姚明曾经在带领中国队跟新西兰男子篮球队的比赛当中,惨遭对手中锋的格扣,要知道,格扣姚明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。但是格扣姚明的中锋并没有炫耀,反倒他们的后卫看到后跑过来跟姚明撒野。姚明当时就把他推倒在的,小矮子,又不是你格扣的,你跑过来撒什么野。 NBA的防守汉将本华来世,大本当年可是单手冒翻奥尼尔的人,但是新秀时期的姚明,在底线被身单打大本。然后接着一个转身单手批扣,十分霸气,大本根本就扛不住姚明。 能这样欺负大本的,估计只有姚明了,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姚明在NBA中,真正的中锋对手估计就只有奥胖一个人,而被称作小鲨鱼的霍华德,则经常被姚明欺负。 霍华德面对姚明的时候,是防又防不住,打又打不尽,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。 姚明的高度和投篮让霍华德十分头疼,有姚明的年代,霍华德都不敢称自己是第一中锋,姚明的一生之敌也是一生的好友奥尼尔。 奥胖和姚明的每一场比赛,都会成为场上的焦点。当年巅峰时期的奥尼尔遇到了新秀时候的姚明,虽然奥胖在得分方面是力压姚明,但是姚明也能在一场比赛当中,连续战帽奥尼尔五次。 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姚明才做得到,别人想盖茂奥尼尔,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